马来西亚歌手艾成 8月17日 惊传坠楼身亡的消息 24日追诗会 超乎想象艾成了 在音乐声中 仍满落幕 随后遗孀王瞳和家人 送艾成到厄宾火化 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 而艾成最后的长眠之地 确定在三峡的 基督徒专属墓园 我答应陈陈不要哭的 因为我一哭她就会很慌张 对 她很怕我哭 据悉王瞳本要让艾成妈妈 将艾成的骨灰带回马来西亚 但艾成妈妈舍不得王瞳一个人 最终决定让艾成 长眠在她的第二个家乡 台湾 陪伴着毕生挚爱的王瞳 园区也特别设立了一个爱的橱窗 里面将摆放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还有艾成最大的梦想 鸟巢演唱会 艾成的妈妈看到也感动地说 天哪 这就是她想象中的演唱会 未来这个地方也预计开放 让粉丝朋友前来怀念艾成 而塔卫的集团董事长 也制作了骨灰戒指送给王瞳 以及骨灰琉璃项链 让艾成的爸妈可以带回马来西亚 就像艾成人在身边一样 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们 亲爱的 有我在你身旁 感觉到吗 无论有多少的房间 我们一起闯 秋冬春夏 艾成人在身边一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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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走进我的生命 就让我一生守护你 我在这里 亲爱的 有我在你身旁 感觉到吗 无论有多少的房间 我们一起闯 来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